这台南市小冬路上昨天晚间发生一起火警 屋主的儿子指出了 这起火点是二楼客厅电视 竟然突然爆炸 这强大威力把窗户玻璃窗框都给震飞 而这浓烟火蛇也随即就窜了出来 屋主的头发被大火烧掉了一大块 整个人惊吓过度 一度腿软根本没有办法逃出 而消防队员当时紧急的赶快入内救人 浓烟和果光从二楼窗户冒出 消防队员紧急入内抢救 看到了屋主一个人 呆坐在一楼赶紧搀扶他出来 五十岁的王姓屋主两眼呆滞 他的头发被烧掉了一大块 显然受到极大惊吓 紧急送上了救护车到医院救治 火警发生在台南市的小冬路上 接下来晚间七点多 邻居听到了爆炸声响 随即民宅的窗户玻璃全被震碎 连窗框都弹飞到了马路上 爆炸点和起火点在二楼 屋主的儿子准处是电视机爆炸 怎么无用户会爆炸 好像是因为开太久 台南市消防队员20分钟内控制火事 入内查看一金电视 已经被烧得面目全非 至于电视机怎么会突然爆炸 有待火掉科进一步调查 我来 有待会